在国民政府动员勘乱时期的1947年12月至1948年3月 中共东北民主联军在辽北省和辽宁省对四平至大石桥 锦州至沈阳铁路沿线国军发动的大规模进攻冬季攻势战役 在秋季攻势后 共军又连续发动了三个月的大规模冬季攻势 战役背景 1947年 东北国军联遭东北民主联军1948年1月1日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下秋季攻势的打击后 被迫收缩病例于长春、永吉等等28座城市集中长铁路 哈尔滨满洲里隋分和大连四平至大石桥段北宁铁路经北京沈阳 山海关至沈阳段沿线 物资供应匮乏 陷入困境 1947年8月 国军参谋总长陈诚被派往东北担任东北行员主任 出道东北的陈诚很快认识到 要改变目前的局势 仅有增兵意图 但关内各个战场上也都非常紧张 即使陈诚以参谋总长的身份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最后也紧紧调来了第四十九军和第五四军两支部队 此后再想调兵已无可能 经过再三考虑 陈诚决定在东北地区自行解决兵力不足的问题 当时东北地区有数量庞杂的地方保安部队 其来源十分复杂 既有源为满洲国部队 也有收编的地方土匪武装 共被编为十三个保安区 他们虽然装备低劣 战力低下 却胜在对地方上的形势十分熟悉 能够比较容易地解决粮食和兵员补充问题 因此 给予补充兵力的陈诚 很快将目光锁定在这些地方武装的身上 在接下来一个月的时间里 东北十三个保安区和军统收编委军组建的两个交通警察总队一起 被迅速改编为十三个赞编师 然后 陈诚以原有的几个军作为基础 采取老部队抽调一个精锐士 搭配两个新编师组建新部队 再以一个新编师编入老部队补足缺额 从而使得部队数量迅速翻了一倍 其中 从新一军扩编出新七军 从新六军扩编出新三军 第五十二军扩编出新五军 第七十一军扩编出新八军 整编第二零七师则直接扩编为新六军 经此整编 东北地区的国军由最初的八个军 迅速扩军至四个野战兵团十四个军 兵力也从原本的三十六万人增至五十五万人 在兵力大幅增长的同时 国军部队的战力不仅没有相应提升 反而普遍有所退步 以战力最强的新一军为例 该军原本下下第五灵师 新三灵师 新三八师 都是抗战后期编练的美谢精锐部队 在兵力相当的情况下 能够轻易击溃日军 然而阔军之后 新一军不得不将最有战斗力的新三八师 编入新七军 改以战五三师编入序列 使得该军战斗力最少被削弱了三分之一 而另外成立的新七军中 担任中间的新三八师 既要承担长春城守备的沉重任务 还要带着战五六师和战六一师 这两支离时拼凑的部队 等于直接废掉了一个精锐师的战力 另外 陈诚也严重忽视了东北局势的严峻性 他完成部队整编分拆任务后 根本就没有多余的时间来实现部队之间的磨合和整讯 陈诚为保障辽西走廊与沈阳的安全 并向机恢复沈阳与长春的交通联系 采取集中兵力固守要点的方针 在永吉、长春、四平等地各部署三至五个师进行独立防守 在锦州至沈阳铁路沿线及其两侧要点 各以一比二个师驻守 并相互支援 集结精锐重兵新边第六军及新边第一军 移步于沈阳铁岭地区实施机动 此时 东北民主联军已发展到73万余人 其中野战部队有9个纵队40个师 连同特种兵部队共42万余人 针对国军固守兼成要地打运动战日益减少的情况 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林彪 副政治委员罗荣环决心利用延东江和结兵 便于机动兵力的游历条件 其中全部野战部队 在地方部队配合下发动冬季攻势 首先对北宁铁路锦州至沈阳段守军展开进攻 迫使沈阳锦州守军出援 寻机歼灭援军 而后转兵辽南 攻坚辽阳 安山 银口等地守军 孤立沈阳 以进一步改善东北战局 战役过程 1947年12月15日冬季攻势开始 第二纵队及第十纵队一部于当日突然包围法库 第八 第九纵队于16日包围新利屯 第一 第三 第六 第七纵队分别插入法库 新明 铁岭 沈阳间 第十纵队主力进抵昌图 开原地区 第四纵队主力逼近沈阳 18日 第二纵队在铁岭西南 截兼西原法库的新编第六军 新编第二二十一个团 第七纵队在法库以南地区 兼新编第六军 暂编第五九十一个团 陈城未解除东北民主联军 对沈阳的威胁 即将驻长春 四平 开原 辽南的六个市 于20日前后调制铁岭 新明 沈阳地区 东北民主联军为分散国军 处令第一纵队一部阳攻法库 第二 第七纵队吸取张五外 主力隐蔽集结于沈阳西北地区 求兼沈阳出援之地 28日 第二 第七纵队攻克张五 全兼守军第四十九军第七九事 29日 第六纵队与沈阳西北万金台 兼青年军第20七事一部 但沈阳国军仍按兵不动 为右其出援 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除以两个纵队在张五修正 三个纵队在沈阳西北隐蔽待机 一部兵力继续包围法库外 另一 第一纵队禁止辽中地区活动 第四纵队禁止沈阳 辽阳间破路 第八 第九纵队等部奔袭沈阳周围孤立据点 相继攻克北票 黑山 台安等县城及大虎山 陈诚以为东北民主联军主力已经分散 乃集中驻沈阳 新明 铁岭间的五个军 从1948年元旦起 分兵三路 向张五法库地区推进 企图解法库之围 左路陈林达新五军两个师由沈阳 京兴民向法库北上 中路刘安齐兵团由沈阳北上 廖耀香兵团自铁岭北上 右路潘玉坤新邀军自四平西进 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决定成国军援军分路出援之计 其中主力首先攻坚战斗力较弱的左路新边第五军欠一个十 遂以第六纵队一步节节阻击 将其右至公主屯地区 以第二 第三 第七纵队迂回其策后 断其退路 以第一 第四 第十纵队进至沈阳以北和西北地区 阻击其余两路国军向新边第五军增援 1月5至7日 第二 第三 第六 第七纵队全监新边第五军军部及第43 第195事 五日佛晓 新五军被包围在公主屯地区 军长陈琳达致电请求陈诚 部队退守有兼顾攻势的聚流河车站 陈诚召集幕僚开会 副参谋长赵家乡建议三路大军一起收缩至辽河以南河沈阳区域 倘若按此执行 则四野歼灭新五军的计划很难实现 但是陈诚不相信四野能吃掉一个军 他意图让新五军黏住共军 并令新六军第七十一军增援 解救新五军 但固守待援 对新五军就意味着覆灭 在四野强大的攻势下 经过惨烈的战斗 共军全监新五军二万余人 缴获火炮二百余门 轻重机枪七百多艇 车辆一百三十多辆 扶军长陈灵达及两个师长 其余两路国军遭第一、第四、第十纵队的顽强阻击 被迫退回铁岭、沈阳 公主屯战役 东野虽然全监新五军 但也付出了伤亡两万余人的重大代价 其中净半数戏冻死冻伤 这说明在极寒天气下作战 部队遭受的损失必然是惊人的 战役结束后 林彪不得不下令全军修正 渡过三九严寒之后再寻战绩 国军在东北战场频频失利 陷入更大困境 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于1月10日飞敌沈阳 召开军事会议 决定成立东北剿匪总司令部 委任魏力皇为总司令 将陈城调离东北 调第一兵团所属整编第五四师 后改为第五十四军由山东海运锦州 为立皇上任后 重整防务 令长春、永吉、四平等地守军恶成死守 督促辅顺、铁岭、新民、本西、辽阳等地守军加强防御 确保沈阳安全 同时巩固辽南的岸山、银口 以维持沈阳南面的水陆交通 并加紧补充和训练部队 待机反攻 林彪、魔戎还决心成为立皇刚接任之际 于1月20日 以第一、第八纵队在大虎山至通辽铁路 及北宁铁路沈阳至锦州段 发动攻势 26日攻克新力屯 追尖突围的国军第49军第26时 29日 第九纵队近战钩帮子 追尖第60军第1841步 随后 除留第三、第十纵队于沈阳西北围困法库 牵制沈阳国军外 集中主力于1月29日转兵沈阳以南地区 2月6日 第四、第六纵队和炮兵部队攻占辽阳 殲灭新编第五军 暂编第五四师及第五二军输送团 19日在辽南独立第一师配合下攻克安山 全坚第五师二军 第二五师及保安团 24日 第四纵队奔袭迎口 25日 驻迎口国军第五师二军 暂编第五八师师长王家善率不起义 并协助人民解放军击溃了交警第三总队等部 在此期间 第三、第十纵队和独立第四 第五师等部于19日将由法库撤逃的新编第六军 暂编第六二师追监于开园以西通江口地区 27日 第十纵队攻克开园 兼第五师三军暂编第三林事宜部 为完全切断沈阳与长春国军的联系 林彪、罗戎还决心夺取四平 28日 以三个纵队和一个独立师及炮兵部队由辽南地区回市北上 直扑四平 以四个纵队及三个独立师于仓途、开园、通江口地区准备阻击 可能由沈阳、铁陵北出支援军 第一、第三、第七纵队于3月2日完成队四平的包围 并迅速扫清外围 12日发起总攻 击战役昼夜 攻克四平 全监守军第七十一军第八八师和三个保安团及一个骑兵团 被围于永籍的第六使军于3月9日弃城撤入长春 3月15日冬季攻势结束 战役影响 历时三个月的冬季攻势 东北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军156,470人 其中伏敌105,000人 毕伤43,150人 起役8320人 攻克和收复战略要点四平、吉林、银口等城市18座 彻底切断了北宁铁路、北平至沈阳、中长铁路、自哈尔滨西至满洲里 东至隋分合、南至大连 迫使国军归缩于长春、沈阳、锦州等孤立据点 为而后全歼东北国军奠定了基础 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评价 毛泽东主席在平西北大捷监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译文中指出 我东北野战军在冬季攻势中 冒林下30度的严寒 歼灭大波敌人 迭克明城 威震全国 共军战绩水分 根据冬野上报冬季攻势 公主屯战役 歼灭第43师第195师 张武战役 歼灭第79师 辽阳战役 歼灭暂编第54师 安山战役 歼灭第25师 银口战役 暂编第58师起义 开元战役 歼灭暂编第62师大部 四平战役 歼灭第88师 八个师 每个师要达到近乎两万人 实际国军师一般在八千至一万人 实际上战役结束后 战败方往往有溃散人员 分为小股部队 逃回己方控制的占领区 因此实际即使是这足额的八个师 如果有80%被歼灭 大概在6.4万人左右 加上其他国军参战部队损失 能超过10万已经很高的估计了 需要指出的是 东北民主联军 1947年夏季攻势歼敌83200 秋季攻势歼敌6万9800人 冬季攻势歼敌15万6470人 约有32万人 这个有很大水分 根据1948年3月4日 东北军区政治工作报告中所指出的 1947年只争取了5万俘虏 一般情况下 被俘国军官兵都被强行编入共军 不会放走 放走大多又回到国军一方 只有伤病太重 不适合继续当兵的才会放走 此外少数态度顽固的人员基本被镇压了 整个三年多看乱时期 国军有807万人被歼灭 阵亡的却只有35万 阵亡率只有4.3% 东北民主联军歼灭32万人 存活的国军人员是30.624万人 按80%转化为俘虏 至少大致应该在24.49万左右 此处的分析进攻观众朋友参考